子榮老師恐怖的心理測驗喔 我們馬上來測一下未來一個月 我能夠活出自信光彩嗎 來老師 好我們來向一個想像題喔 就是呢在聚餐當中呢 遇見了小時候的玩伴 結果呢他上前跟你打了招呼 你最不希望他問你什麼 我們有四個選項 A的選項是有沒有另一半 B的選項是現在住哪裡 C的選項是做什麼工作 D的選項是一個月收入 多少收入 直覺來選你最不希望他問你什麼 每個人都選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未來一個月 我會活出自信光彩嗎 好選擇A選項呢 現場有國靈選到這個選項喔 有沒有另一半的 你的自信光彩指數是90分 哇這麼厲害 這個是呢代表著人際關係貴人圍繞 而且好運暴增 讚喔 未來一個月你會發現自己的人際關係特別的好 不管是你的親情友情或愛情 身邊的人呢圍繞的都是貴人 他們可以給你很多很豐富的資源讓你去運用 所以呢好好利用你的貴人在身邊圍繞著你 所有的好運會越來越多一直不斷的出現 哇好棒喔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選擇B選項 可能觀眾朋友有人選到這個選項 我們來看一下未來一個月 你的自信光彩指數是60分 好在哪一方面呢 可能就是要戰戰兢兢這個擔心犯錯 而且神經有緊繃的狀態 也就是說未來一個月啊 你在工作上或是在生活當中的表現上 永遠都是很精神緊繃 很害怕自己犯錯 所以做任何事情都小心翼翼戰戰兢兢的 所以這個要稍微放鬆一下了 好來看一下選擇C選項 有靜純姐跟篤玲哥選到這個選項做什麼工作的 好你的自信光彩指數是80分 在哪一方面呢 就是工作上的挑戰要建立自信展現美好 未來一個月呢 你會接受到工作上面新的挑戰 而且呢有不同的領域 你就去接就去做就對了 而且可以展現美好 最重要的是你可以更增加自己的自信 而且可以得到很多人的讚賞 好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選擇第一選項呢 現場有玉子還有湯老師 Amanda老師選到這個選項 我們來看一下未來一個月 你的自信光彩指數是100合 好 他們呢 真的是你說的賺太多塊了 既然已經抽到了 來 你們現場要公布 你們現在月收入勾長了 好 選到這個選項的人呢 未來一個月呢 是財運大發投資獲利而且錢入口袋 越來越自信 越來越光彩 而且在工作上的表現越來越好 投資理財呢方面都可以錢入口袋 所以呢財神非常的眷顧你財運大發 給大家收看 好的